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下杂志未来城市客座总编辑系列 我是未来城市总监陈芳玉 为了更贴近产业的动态变化 每一季我们都会邀请一位产业界的重量级人士来一起为我们规划议题 并且邀请来宾来语谈 在2021年的第一季我们的主题是智慧医疗 我们邀请到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贤 吴院长来担任我们的客座总编辑 首先介绍吴院长 大家好 我是吴明贤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智慧医疗的进展 我们今天另外两位语谈的来宾 一位是长庚医院的副院长温明贤 温副院长 主持人好 观众好 还有一位是刚刚上任的台中荣总的院长 陈诗安 陈院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讨论智慧医疗这个主题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其实历经了非常多的变化 包括疫情 但是我们也见识到了科技业的整个大爆发 尤其是大家都很熟悉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但是广达的创办人林百里也提到了 其实台湾应该还要有另外一座护国神山 那就是智慧医疗这个产业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吴院长 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来关注智慧医疗这个议题 最近网路流传一个笑话 就是说是谁促进这一波的数位转型成功 那到底是执行长或是财务长或是纪事长 结果答案并不是CEO 也不是CFO 也不是CTO 答案是COVID-19 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 那大家把2020这一年定为全球健康元年 可是事实上在2020之前 智慧医疗已经在美国谈得非常久 那特别是2019年 在医学期刊最重要的一本叫自然医学期刊 他在创刊25周年的时候 就是以智慧医疗作为主题 那其中的运用包括从子宫到魂牧 所有跟医疗相关的都可以在 这一波的智慧医疗里面被提到 那除了在医疗体系目前在照顾上面 特别是在美国 有很多的不足的地方 包括他们把目前因为医疗费用一直 高涨但是医疗的结果并没有比较好 甚至病患对医疗就医的环境也不是很满意 那医师太忙 这样子的医疗叫做浅层医疗 他们认为浅层医疗的解方在于智慧医疗 那第二个是医疗上面的一些创造性破坏的技术 已经都成长了 包括我们所谓的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以及云端运算 这些都已经成熟 您觉得它大概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事实上很多的影像检查应该是要立即判读 可是现在很多医疗体系医学中心 事实上它很多的报告都要等到一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甚至有些还要更久 那这些都是因为医疗的需求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的资料的收集不够完整 其实智慧医疗的运用层面其实相当的多 包括这一次在疫情期间 大家谈的最多的多方会诊跟远距医疗 这些都是智慧医疗可以协助的 一方面它让我们医护人员的诊断 有一个更快甚至是更准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它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跟病人或是病患的接触 两位都是医院的管理高层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到底台湾医界目前有哪些问题 迫切的需要利用智慧医疗来解决 就像刚刚吴院长讲到的 这个医师一下子要了解病人的病情 是非常困难 所以怎么样利用智慧医疗来帮助我们 很快地能够抓到病人的诊断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也发现说 我们对于长照以及我们的预防 我们都头度不足 这些都可以借用智慧医疗来帮助我们 第三就是说我们看到医疗费用的高涨 甚至健保的危险危机 我们怎么样利用智慧医疗来降低这些费用的增高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还有我们这个医师人力照护的不足 这些人力的不足就像刚刚讲的 假使智慧医疗它能够帮助节省我们照护团队 不管是医师护理师的时间 我想这样子更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能够来投入医疗的行业 谢谢温副院长 那陈院长觉得呢 事实上在美国很多大的医学中心 他们都逐渐是把智慧医疗 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数位医疗 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很多的这种数位医疗中心 那如果我们用这数位这两个字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的可以来了解 就是这些跟电脑运算跟Computer Science 有相关的这些所有的医疗行为 甚至牵涉到这些医疗方面的管理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涉及的范畴之一 那主要是几十年前开始的医疗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医疗 医疗就是医疗 医疗的话呢是局限于在于改善 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 那但是除了医疗以外 比如说环境的变迁啊 气候啊空气污染啊等等 这些事实上都是会来影响到 我们的医疗行为 还有我们这些病患医疗改进的这些方式 那医疗的管理的话呢 现在已经不是纯粹 就是所谓一个医院里面本身的管理 那从我们卫福部给我们的很多任务 医院本身是你的医疗之一 但是你跟周边社区环境啊 还有刚刚温路院长所讲的这些远居医疗 这些呢都是有赖我们这些数位医疗 才能够帮我们达成这些任务 所以说为什么所谓的智慧医疗的话呢 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一般人了解智慧医疗是什么 他待会可以分哪些的方向来探讨 简单的来讲 智慧医疗就是利用ICT 就是资通讯的这些技术在医疗上的应用 美国在1975年到现在 他们每人的发债医疗 从500美金增加到1万1000块美金 GDP从6%到18% 可是他们病人所受到的照顾的时间 却减少 那在1975年的时候 每个病患他在出诊的时候 他可以有大概60分钟 那回诊的时候有30分钟 可是到现在的时候 美国的病患出诊是12分钟 回诊是7分钟 其实也没有比台湾好去哪里 所以智慧医疗它可以除了可以提升效率以外 它对医疗的效果 那另外在可净性 以及在医疗的发挥 这四方面其实都是 可以协助解决目前医疗所碰到的挑战 如果是一个一般民众 他今天到医院去 他大概会看到哪些智慧医疗的应用场景 病例的电子化是数位医疗的第一步 那另外包括大家所接受到的影像的检查 或是只要跟影像有关的检查 不管是心电图 X光片 或是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共振 这些影像也都数位化 其实远近医疗在这一波扮演蛮重要的角色 那台大一开始是针对一些慢性病 特别是心脏病的人 他们在出院以后做的一些健康管理 但是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 用的最多的其实是在云林 云林因为是比较偏向 医疗资源分布比较不是那么均匀 所以他们在远近医疗的应用 事实上是相当的成功 甚至他在多方会诊 因为在云林的专科医师 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他在多方会诊的运用上面 也相当的成功 过去医师没有亲自跟病患看 是不能开处方的 可是因为这一波的community 他在某些 就是卫生部在某些特定的 包括是场景 还有特定的科别 他已经开放了远近医疗 长庚医院其实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医院 而且创办人王董事长 其实他非常的强调数字管理这件事情 那长庚在做智慧医疗这个领域 有哪些主要的应用场景呢 是的我们长庚医院在智慧医疗的话 大概有分两个大类 一个就是直接的医疗 一个就是间接的医疗 那假使各位到长庚医院看病的话 我们从门诊 急诊 注诊 还有我们的检查 检验 手术室 你都可以体会到这个智慧医疗的应用 那比如简单的来做一个比例 那在门诊的话 当你在门诊报到的时候 插上你的健保卡 我们就会提醒你到底有没有 已经量测好你的这个血压心跳 还有你的体温 然后假使你在回诊前 你应该做的检查没有做的话 我们也会提醒你 然后你在这个 你在诊查当中需要再去做一些检查 我们也都会再提醒你 所以这个是在门诊 然后在出院以后 马上我们就知道说下一位病人 我们怎么样用智慧医疗AI的方式 来match哪些病人 可以再租到这个病房 这一张床位 我们长庚医院在领口的话 手术室非常的繁忙 那我们一台刀一台刀 我们都有这个手术室的这些排程 还有我们这个监控系统 甚至我们在手术室里头 我们这么多病人需要来做动手术 那他需要搬很多的器械 特别是骨科的器械 非常的非常的重 那一天这么多的开刀 那我们加持用人力的话 他需要搬运好几次 那我们现在都是用智慧机器人 来做这些事情 当然在直接医疗方面 比如说你在急诊室 你遇到这个骨盆腔的骨折 我们都有AI的影像 可以落地来做一些 对医师的这个辅助 甚至骨灵 甚至我们在开脑部的 这个神经的脑瘤或者血管瘤 我们都用AR的技术 更精准精确的来做手术 让病人得到更好的这个安全 还有更有效的治疗 那接下来要请问就是陈院长 其实您在台北荣种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非常大力的 投入智慧医疗 现在要到中榮 所以这两个医院 您大概各自做了哪些事情 那接下来想要把什么样的经验 带到中榮 好 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 我在台北荣种的时候 是担任我们医院 智慧医疗委员会的执行长 所以在台北荣种推动 大概两年半的智慧医疗 有蛮多收获的 那基本上我们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话呢 是把智慧医疗的范畴 也是推广的蛮广的 包括行政护理管理 还有我们的AI 还有我们的全人基因的AI技术 影像的AI技术 还有大数据的管理 还有诸多的产学合作 那当时台北荣民总医院是承接科技部的AI影像的计划 那在这三年的计划里面 我们包括了脑部的肿瘤 我们的头颈癌的肿瘤 我们腹部的肿瘤 还有心血管的疾病 还有包括我们一些心理不整的电烧手术 还有肺部肿瘤 那这些AI技术的开发 有赖我们中央研究院 我们阳明大学 还有特别是交通大学很多资讯老师的协助 来到台中农民总医院 发生许会很许愿长在台中农总任职的时候 在智慧医疗方面的推动 不亚于台北农民总医院 那几乎是每一个部科 都有一个智慧医疗的AI的题目在做 比如说在护理部门对于病患 在病患里面的跌倒的 怎么样来预知或是预测 它的跌倒会不会发生 都已经做到这种深度学习 而且这些专案计划 与工业院一起做 大概都已经快到结案了 那在影像方面的台北农民总医院 比较偏向于核磁共振 电脑断层这些影像的AI 但是在台中农民总医院 他们对于这种病理的影像 还有各种细胞的影像 甚至在妇产部 他们所推出的这种生殖瘀学 所用的这些胚胎的囊包 能不能预测它会不会在子宫里面 然后能不能产出胎儿 都有一个很好的AI的预测模型 这真的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研究 而且在重症医疗方面 与研华公司还有东海大学 三方面一起合作 对于病患 住到这些重症交互病房之后 它的各方面的预测值 包括它生命迹象的预测值 会不会产生这种呼吸窘迫症 都已经有非常好的这些AI预测的一个成果 接下来就要问一个比较现实实际面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些医院在落实 要把智慧医疗落实到医院的管理流程里面去的时候 大概会碰到哪一些的挑战 其实在美国的经验发现 就是说就个别医院所建立的AI的模式或演算法 到外面外推的时候 应用就会碰到准确度跟敏感度特异度 降低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在美国也兴起所谓的联邦学习 也就是说要让这些资料的收集更完整 而且更没有偏差 这样所建立出来的AI的model才会更准 这一点也是我一再提倡的 就是在个别的医院所建立的model应该应用到其他的医院去 那以台大医院在事物就是利用眼底视网膜做AI的判断 它的准确度就是有在另外外推 另外我们在做胰胀癌的自动判读的时候 也有在利用健保所提供的影像 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重要 因为在美国他们为什么很多 大家觉得美国人非常慷慨 他把所有的影像都放到云端上去 你可以去找美国人的胰胀癌的影像来做机器学习 或是做人工智慧的研磨 AI有一个特性 你给它喂越多的资料 越完整的资料 它就会越来越准 那当然一定会比人更准 因为你人没有办法24小时学习 假如一个皮肤科医师 一辈子了不起看1000个皮肤癌 但是AI这些透过深度学习 他可能几天他就可以看1万个皮肤癌 所以你可以想象 假如你的资料越完整 它所建立的这些人工智能的演示办法 事实上它会越准 所以怎么去解决资料的偏差跟资料的隐私 这个也是在推广 智慧医疗将来一定会碰到的问题 特别这一点在台湾问题更大 因为我们大家也可以从不久前的健保局要释放出 已经过世的300多万笔资料 就会碰到人权团体的反对 其实这在国外并不是没有讨论过 国外讨论过只要可以增进大众的利益 我们就应该要去做这些事 而且这些可以透过现在已经有很多去识别化的技术 可以很好的保护隐私 您刚刚有提到其实联邦学习这件事情 对其实它的确是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国内现在是每一个医院之间的数据 其实是不会互通的 台湾的医疗水准相当的整齐 也就是说医学中心之间 其实他们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 比美国好的是 因为台湾相对的是在病人的特征上面 其实是蛮类似 AI的联邦学习为什么在美国 最近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在建模的时候 都是利用到这些白种人的资料 但是实际上应用的时候 可能有很多是黑人 也有很多是亚洲人 可是事实上白人的资料 不等于黑人跟黄种人的资料 但是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 我想只要各个医院 因为每一个医院都有它的特殊 譬如说我常常举说 这个台大甲开发出这个眼底视网膜 我们就免费给其他的医院使用 那它会越使用越准 第二个是我们影医部所开发出来 跟台湾AI联盟的杜宇景开发出来的 在COVID-19的资料诊断断 我们现在就免费让北医他们去使用 所以这个是我想各个医学中心 彼此把它自己建出来的 这些AI演算其实是可以让这个越来越准 只会越来越准 常跟我们在AI落进医疗的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 你们遇到哪些挑战 那怎么去解决它 是那其实我们在AI的话 我们常跟医院有设立了 人工智能的医疗的实验室 那我们在两年前成立以后就是全面的发展 所以不管是各个科室或者是各个器官 都有这个AI研究的题目 那刚刚那个吴院长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AI呢就是又越广泛用 那资料越大就是越准确 那我想在常跟医院的话 我们有这个七大医院还有分院的这个体系里头 我们自己常跟有所谓的常跟的大资料库 就比较方便能够发展很多的这个AI的模组 就像我们目前我们在这个所谓的ICU 就是家户病房的这些资料库 我们也经由这个整个ICU的学会 来跟不管是跟台大或其他的医学中心 我们做了所谓的台湾库 台湾库的话就会把一些基本的这些ICU里头 病人所需要的这些数据 大家能够做一个统整 同样的定义 同样的分子跟分母 那以后这样子的数据 就可以帮助我们整个国人 在整个重症招呼上 大家一起来知道说 我们的病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哪些是他的安全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 陈院长我也想请问 就是说你们在落地的时候 其实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那你怎么样去克服它 需要经过的一个管卡 就是我们台湾FDA的认证 你才能够真正合法的使用 所以说法我们真正认证通过的并不多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这些所谓的AI的门诊 我们都宁可把它讲作说是辅助性的诊断 就是辅助AI门诊 这样的话在语法性的话可能是比较适法 比如说去年我们在台北农总 那在我们放射部过案优主任 还有我们心脏科 我所领导的团队跟林恩章 还有张士林教授 那我们所从事的 就是用我们所发展出来的这些AI软体 去印证全台湾上千万人口 他们有接受过类似的检查 那这些检查是同一个器官 但是它在各个医学中心 它所用的是不同厂牌的这些的检查的机器的影像 然后去优化我们的这些AI的模组 那看起来我们科技部还有我们健保署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域的话 真的是把我们的AI的这些 所写出来的程式优化得非常好 并不会说民众 你在台大医院或在长庚医院 你所接受的核磁共证 或是电脑断层的检查 就不能够用台北农总 所写出来的AI程式来解读 事实上这个优化之后的话 都可以高达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之前在台北农总 我们就跟我们的新竹分院 对于这个脑瘤的核磁共证的联邦学习 就做得蛮好的 你在新竹分院 你只要用联邦学习进入我们的网站 进入AI的模组 你就可以知道 这些脑瘤它转移的情形是怎么样子 在脑铺散播情形是怎么个样子 那你在台中农总心脏内科 那病人要做这些新竹栈栋动的电烧之前 你把你事前做的这些电脑断层的影像 经过联邦学习进入我们的AI模组 你也可以预测这些新竹栈栋动 你要着烧手指之前 它的部位是在哪边 所以对于这些联邦学习事实上在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 不管是台大医院体系 或者是辅导会的农民总员的体系 大家都已经在进行这一些的联邦学习 其实最近台湾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医生跟工程师大概是台湾最厉害的两群人 所以这两群人如果能够一起联手的话 就是强强合作 台湾智慧医疗一定可以做得非常好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两个产业文化跟产业结构其实差非常多 那Sainway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如果科技医疗跟医疗合作的话 大概还需要突破哪些的关卡 因为这个AI所发展出来 其实它很多都是所谓的暖体 那过去台湾在硬体 其实是有很好的成就 但是对于暖体如何的商用 甚至暖体如何的审查 这个都有很多的问题 甚至TFDA的专家有时候他会给你拖很久 甚至他是用硬体的思维来问说 你这个到底是在哪里生产 那你生产出来这个产品换在哪里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存在 在AI落地的三部曲里面 第一部曲的资料获取在台湾其实是相当具有 有时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同一种族 比较没有资料的抑制性跟偏差的问题 那第二部曲就是建立AI的模式 也就是AI的建模 那这一部分台湾更没有问题 因为台湾有很好的专家 那第三步就是怎么落地 可是其实最困难的是在第一步跟第三步 面临商用的时候 落地要商用 怎么商用 这些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是比较困难 而且也是比较缓慢 那进入说有没有可能产生 像林百里董事长讲的 第二座的富国神山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 其实台湾不只是在这些ICT的产业领导全球 其实台湾的医疗也有机会领导全球 那最近也是在天下杂志所办的这个经济的论坛里面 那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志威教授 他就有提到一个观点 让我觉得这是台湾一个很好可以切入 他说他在美国看到的这些所谓的医疗指引 很多都是错误 一个就是乳癌的衰减在美国 他们是建议50岁才开始 因为美国的妇女乳癌是在60岁是达到一个高峰 可是大家知道在亚洲的妇女 其实乳癌大部分都是在40岁左右就发作了 甚至有些还更早 所以我们假如按照美国的医学指引 那我们可能也会错失很多乳癌的早期诊断 所以亚洲人的医疗应该是由台湾来写 特别是要用科学跟民主来写 因为台湾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就是科学跟民主都很好 但是在这一个护国神山的建造 并不是有资料 有工程师就有医神产生 我想这个医师或是医院扮演的角色 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时候这些工程师 他们都是太着重技术 但是医疗里面最重要能不能获得大家的应用 你必须要问一个大家医师 或是我们在医疗招呼最关心或是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提出应该都是由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医院在里面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沟通桥梁 文副院长觉得医疗跟科技两个产业的人可以怎么样合作 我们也看到很多厂商跟医院来合作 不管是发展他们的穿戴式的装置 或者是整个场域的改变 智慧化 智能化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还有很多的技术 需要更深入的一起来探讨 比如说我们在长颜业 我们的AR非常的强 可以说是技术不会输IT产业 我们的技术 但是我们怎么样互相来帮忙 互相来沟通 互相来制造更新的 更好的硬体跟产业 这个就是我们一起要来努力 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更多的场合 更多的平台 让各个医院他愿意开放说 我有哪些的智慧医疗的需求 那这些厂商也要更开放说 我有哪些的能力 那怎么样来撮合这当中的这个合作呢 我想这是很大的这个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也是以后成为护国神山最好的契机 那陈院长觉得呢 该怎么合作 那其实在这个智慧医疗的整个发展 我觉得还有一群 我们必须要去常常接触 但是有可能是我们在医学中心 我们稍微比较去忽略掉了 就是使用者 使用端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开放性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些就医的民众能够随时来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哪一些是我们医疗业界还有资讯业界 可以一起来做更多的合作 也来帮我们使用端的这一些病患民众 来让他们更方便更有效率 更有安全品质 更好的一个就医环境 最后我想请三位帮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智慧医疗这个产业 真的要成功的话 我们接下来可以先做哪件事情 我们先请吴院长 我想现在政府还有医疗 还有产业都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面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平台跟桥梁 因为台湾有最优秀的医疗从业人员 也有最优秀的工程师 当然我们也有在亚洲最优秀的政府 但是这三方面怎么做成一个沟通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律的保障 那这个部分我想是可以 很快就可以做的 希望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业界 或者是在医疗界 大家能够互相来做这样子的平台 做一个交流 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智慧医疗 很多在直接的这种医疗上面 所需要用到的病人的这些 所谓的他们的个资 这些医疗的这些病例 或者是检验检查等等 那怎么样用再一次能够用法律的观点 或政府的观点来解套 让这些医疗的这些有非常宝贵的这些知识库 还有资料库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智慧医疗 我想这个这样的解套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与我们科技部 我们经济部还有我们国发会 在于这个智慧医疗所推展的一个7层而言 那当然第一步就是大概三到四年前在各个大学 还有在医院所推的这些国家型的AI的专案计划 那再来的第二步就是要打造我们台湾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精准医疗的一个场域 对民众他的就医的话呢 有各种很正确的一个医疗方式 所以在我们第二个阶段的国家型的这些有关AI的这些计划的话 他就把它针对于这些精准医疗的这些资料库的一个建制 包括这些全能基因储存在国防中心 然后以后的话可能能够打造我们所谓的台湾自己的晶片 在于精准医疗 另一个方面的话那同时科技部也是在同时就是提出这种 所谓的健康大数据的建制 大家可以在这条船上大家一起努力 那我们打造成为台湾是一个AI的一个医疗体系 你护国深山的这一个愿望的话呢 大概就不会很远了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如果想要继续关注智慧医疗相关议题 欢迎上网搜寻未来城市智慧医疗 或是追踪我们的粉砖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有更重量级的来宾 来带领我们探讨最新的科技议题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第二季的客座总编辑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